高建委員 您好 是 您好 一直以來在內政委員會 很少在教育委員會 謝謝 那本席呢 可能需要在這一年當中 怎麼來好好的討論一下 原住民教育的問題 可以 我想我們會跟您 很好的互動看看 想做的是一起努力來做 先念一篇文章 讓您聽聽看 謝謝 台灣社會有四大族群 閩南 外省 客家 原住民族 如果從血緣 文化 傳統來講 閩南外省 客家 都出自同一個民族 而原住民族是另外一個民族 族群之間必須以正義 為規範彼此之間的最高原則 族群正義可以落實在 各種政治 經濟 社會 文化的制度設計 或者公共政策 你同意這樣子的說法嗎 完全同意高爾元的 這一段文字 我想就是說各個族群之間的 我們不管是在各個面向上 都應該公平的來對待 公正 我要講的是第二點 第一點就是不管是從血緣文化來講的話 閩克 外省都是出自於同一個民族 而原住民族是另外一個民族 原住民族不等同於其他的族群 他是單一的族群 對嗎 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在憲法裡面有保障原住民的權利 所以在原住民族教育法 有保障原住民的權利 所以在原住民族基本法有保障原住民的權利 你同意嗎 是 所以說他對譬如預算的編列 過去是1.2% 現在到1.9% 這個持續的都會有一些進展 但是本席在這邊有幾個想要 希望你們就改正一下 教育部的業務狀況報告 一直以來 你們一直都沒有改變 你們在第92頁寫了 實現社會公益的弱勢關懷輔助 朗朗朗小了很多 本席希望你改正一下 學雜費減免 你就把原住民跟中低收入戶學生 特殊禁育家庭子女 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障礙人士的子女 以及原住民族生 然後呢 你在第100頁的時候 第5項 你有說保障原住民學生 升學培育原住民優秀人才 你明明白白寫了 依據憲法徵修條文第10條 以及原住民族教育法第16條的規定 你們必須要做一些事情 所以 本席在這邊要求部長 以後能不能不要再把原住民的政策 跟身心障礙的學生 特殊障礙的學生放在一起 你能不能依照憲法 依照原住民基本法 依照原住民的教育法 另外另定一個原住民的教育政策 已經說明 可以嗎 我想 謝謝委員的提醒 我想我們同意在這個方向上 來做努力 謝謝 好不要努力 你應該要做 努力就是朝這個方向去做 另外 在教育部裡面 請問一下有沒有屬於誰在負責原住民教育的 名稱拿掉 原住民族應該要成立一個科 而不是在科下面變成一個主 如果您同意本席剛剛所說的 民族正義的話 族群正義的話 你們就應該朝這個方向去努力 特殊教育的學生 我了解 你們師長有說了 你們師長有說了 部長你先聽我講 這兩次你沒有辦法到我們委員會報告的同時呢 你的師長呢 跟你們幾個部會人非常用功 全部到了我的辦公室 我們花了大概四個小時的時間 討論原住民教育的政策 我相信你的師長回去有跟您報告過 我只希望您答應我 以後不要再出現 原住民及特殊教育孩子 雖然你告訴我 特殊教育孩子有包括知憂生 可是我應該要 我一定要提醒你們的是 原住民族有憲法保障 因為他不等同於閩南外省客家族群 他在台灣有他歷史價值意義的定位 而不等同於所謂的少數族群 或者是特殊障礙學生 或者是身心障礙學生 教育部呢 應該本則就是教育的本能 你要教育社會大眾 如果連我們的教育部 連這個都沒有注意到的話 我們請問一下普羅社會大眾 如何看待原住民的孩子 原住民如何看待原住民族群 您同意嗎 所以我剛剛講說您的分析我都同意了 可是這個分析就是說 看看我們怎麼樣去做到 在科這邊我們已經確實是這樣 在組這邊過去因為主改的時候 只有這幾組很多都要談到 所以說變成用那個方式 那我們當然也願意再做一個檢視 看看是不是合適 那您提到我們報告裡面 未來事實上把它分開來處理 把特殊教育或者弱勢的 跟原住民分開處理 我相信這個我們是可以完全同意的 一定就這樣子來做 謝謝部長 好 謝謝 一開始我們的互動就非常好 希望未來的一年 我們還會本著這樣子的態度 還有這樣子的認同 我們繼續朝向改善原住民教育部分 教育的事一定大家都 尹量找到共識來做 好 請問一下部長 您知道原住民教育孩子有多少個 原住民的學生是不是 師長先不要 他們不需要告訴我 我們有整個原住民族 大概有接近50萬人 占我們的2.2% 原住民的學生 大概從大概乘以2.2的話 我預估 初估給您講 大概是10萬出頭 你只是預估 那報告院長 不是 我沒有 報告部長 很顯然 您的工作真的非常的忙碌 我這樣子就是 只是一點點想要測試一下 就如同我昨天測試 你們其他的有關原住民的科長 我問了 這麼長期以來 你們接觸的原住民教育 你們補助的 然後你們追蹤的 你們的落實到底有多少 沒有人可以回答我 所以在這邊我要就教一下 報告院部長 我們有12萬的學生孩子 也就是說 我們原住民族教育法 你剛剛說有1% 現在調到1.9 我們有那麼多的預算 當然絕大部分是在所謂的補助我們的獎助學金 然後您知道嗎 剩下來有多少錢 剩下有多少錢 市長先不要回答 我們的總量大概是有40億左右啦 這是從教育部的預算 跟原民會的預算 加起來大概40億 你不要管原民會 因為我昨天已經分得非常的清楚了 就是說光你的教育部喔 編列原住民所謂的1.9% 1.9% 去掉了我們的獎助學金 還剩下多少錢來 這個政策執行的話 大概4點多億啦 4點多億喔 所以其實並不高嘛 對不對 我們當然持續的希望是說 還是都能夠有增長 也就是說4點多億 我們來照顧所謂的 我們的原住民12萬的孩子 然後還有所謂的成人教育 那所以這個問題就來囉 部長 除了我們的經費不太足夠之外 我們都清楚知道喔 如果大家要談到經費 大家都要拿 可是以我們現有的經費 您知道嗎 這4點多億 它的落實跟它的追蹤 跟它的成效 到底如何 我舉一個例子 如果說我們的成人教育 你們有一個所謂的成人教育嗎 對嗎 對 我們 這個中生教育師 中生教育師這邊 針對成人教育有相關的破壞 請問一下 這麼長久以來 我們有成人教 中生教育師 你們輔導了部落的所謂的 老人學習幹嘛嗎 一大堆 請問一下 我們現在的格道教養 你入到部落裡面去看 它有改善嗎 沒有 我們原民會裡面的資料 我們的格代教養 還是非常非常的高 這問題顯示了什麼呢 我們花了這麼多錢下去 到底有沒有去檢討 這些錢有沒有做到核心 我們的錢有沒有用到刀口上 我剛剛說過了 原住民只有55個鄉鎮 我們700多個村落 如果按照教育部 我們所謂的中生教育師 你有真正的把這個錢落實的話 這麼長一段時間 我不相信我們原住民的 這個所謂的格代教員 現在還會有那麼嚴重 也就是說再笨的 再不會執行預算的人 你每年把這個錢 放在700多個村落 我相信格代教員的問題 不會現在那麼嚴重 第二個我要問的是 我們教育的師醫師 教育部的師醫師 這當然是剛成立的 但是呢 長期以來你有發現 原住民的教師師資不穩定的狀況 是很早以前就發生問題 到現在還是沒有辦法解決 再來我們要看到就是 我們的那個國教署裡面的 我們的原住民的中錯生 我們的中錯生 我們的數據還是高居第一名 從來沒有落下來 部長我想請問一下 依我現在說的教育部的記者師 教育部的師醫師 還有我們的教育活動 中生教育 國教署 中規原住民的這些問題 我們有多少的經費 但是我們部裡面 從來沒有追蹤 從來沒有告訴我落實的如何 你們唯一做的比較好的 就是中錯生的 少回中錯生 80% 我可不可以簡單講一兩句好不好 我想我們應該會統整 我會請我們中生 請不是中生教育師說 我們中規師全面的去看待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 原住民的教育師 中規師在負責是不是 因為他有跨師處嘛 所以說我希望中規師 因為他中規師是計劃 整個規劃 請他再做一個全面的了解 國教署這裡 其實當然有 還是你剛講中錯生 我們也持續的都改善 你也看到那個數字 我知道 我也關注 剛才講隔代教養 我們夜光天使計劃 在部落這邊也是普遍的做 讓他至少晚餐 吃了晚餐以後 再回家裡去 是有一段學習 這個也是持續在部落 就做的不錯 師之義教師這邊 在我們公會生的 原住民的公會生的培養 也持續增長 今年都增長好幾倍 所以說其實不能說 我們沒有中整去看 所以部長你覺得 你覺得做得很好嗎 不是 我願意越來越做越好 應該要越做越好 不管過去做怎麼樣 可是過去已經做了努力 這是個努力 還可以做得更好 我剛剛說了 原住民的學生只有12萬 原住民的人口只有54萬 我們每年教育部 花了這麼多的經費 我剛剛說了 我們再請部長到您的辦公室 跟您做個解釋 如果說再 不好意思再給我兩分鐘好不好 不行啦 謝謝 再等了好不好 不好意思給我兩分鐘 如果說我們真的有把 心力或者是所謂的滾動式的政策 或者是我們的教育資源 能夠放在刀口上 我相信原住民的中措生 我們的隔代教養 我們的孩子的記憶的銜接 不會落差這麼大 教育部長你同意我的說法嗎 我們繼續努力啦 好 我有一個要求 我還有一個要求 謝謝高經委員 我還有一個要求部長 是不是可以請你們派一個次長 來負責原住民的教育問題 因為我剛剛說了 原住民的教育問題是族群正義問題 而不是所謂的特殊的少數問題 謝謝高經委員 他在國教這一塊有一位次長 在高教這一塊有另外一位次長 那你們能指定一個次長 至少有一位次長一定會來做 然後我們一塊來解決原住民的問題 謝謝高經委員 來部長請回 謝謝 謝謝 謝謝